竹林气血也是胆经的血尾 一般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来治疗 就是偏头痛 就是因为肝胆比较旺 肝胆火旺 或者肝阳上抗我们说导致的偏头痛 它的定位比较特殊 我们需要就是在这里 或者你把那个小指扳直 然后我在这里发现一根筋 就是一根竖起来的筋 就是血尾就位于这个筋外侧 不是内侧是外侧 就这个位置大概 这个位置 一般来说我们扎针的话 是斜的扎进去 如果是直的扎就扎不进去了 这个血尾对于偏头痛 就是因肝胆火旺着菜的偏头痛 效果很好 当然你不能扎针的时候 你可以压它嘛 就是你可以拿个笔 或者拿个其他的东西 就是压它 按压它 也会起到缓解偏头痛的作用 当然这种偏头痛 是要给你肝胆火旺 或者说肝阳伤害 引起的偏头痛 才有效果 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像血虚或者肾虚 可能就效果不好 这个就是竹林器 就会给你肝胆火旺费 就会给你肝胆火旺费 就会给你肝胆火旺费